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位曾经的巨星 赵薇和范冰冰这两位在中国娱乐圈中 曾经如日中天的旅行 却因各种原因遭遇了风沙 然而最近的消息让我们不禁猜测 他们的付出之路是否已经开始 赵薇在2021年的风沙至今人是谜团 与马林的友好关系 似乎让她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范冰冰的讨税事件后 她的事业似乎也并未停滞 反而在国际上发展得如火如荼 现在随著一些解封的迹象出现 粉丝们的期待再次被点燃 赵薇的社交媒体活跃度上升 音乐平台上她的作品也重新回归 但冰冰则在海外拍摄新片 并在马来西亚被任命为青山大使 这些都让人想知道 这两位女星是否真的能够重返荣耀 但她们的付出是否意味着 对她们过去行为的宽容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探讨这些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娱乐圈中 赵薇和范冰冰这两位曾经在 环珠格格中合作的明星 近年来都经历了被封杀的风波 然而近日有迹象显示 他们可能会隐瞒付出 赵薇在2021年突然遭到了中国全网的封杀 她出演过的所有作品的演员名单中 都将她的名字删除 据说这一切都和她与马云的友好关系有关 封杀期间她名下的股权也遭到冻结 金额高达500万元人民币 约100万新元 不久前有网民拍到赵薇 从北京前往云南大理旅行 回程时在机场再次被捕捉到 令人注意的是她又前壁上 新添了一个纹身 更带人寻味的是 她在网上的踪迹也变得愈发频繁 最近有中国网站解封了赵薇的视频 一些影视和音乐平台也解封了她 晚短几天她重新上架的歌曲 累计收听量迅速飙升至久 二万此外 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恢复正常 并开始活跃起来 最近还点赞了苏奇、窦静童和林心如的贴文 并且留言称赞苏奇超美 这些迹象都让人猜测 她的付出脚步似乎正在临近 而另一位被封杀的女性范冰冰 早年因卷入逃税风波而遭到中国封杀 但她近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烟花的照片 并复文《我的仙女棒》在发光 却意外引发了两派粉丝的骂赞 有人留言说不是剧组的烟花 我也不会很欣赏 其他网民随身附和 而全心支持范冰冰的粉丝 则奋力反击 声援自己的偶像 据报道 范冰冰在今年在今年1月 与澳大利亚女爱尔兰 男星丽·安尼逊拍摄了好莱坞动作片 《急动救援Buddy I should be 2》 这无疑是她付出的重要一步 目前她正在积极准备揭拍另一部新片 尽管范冰冰被封杀 但她并未止步不前 反而积极发展不同的事业 除了经营美妆生意 在今年5月 范冰冰获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委任为旅游年 亲善大使 在近年5月为旅游年亲善大使 这进一步证明了她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赵薇与范冰冰 两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星 虽然在中国娱乐圈经历了封杀 但她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前行 赵薇虽然被封杀 但她的付出迹象愈发明显 从她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到影视平台解封她的作品 无不显示她正在一步步回归公众视野 而范冰冰则通过参与国际电影拍摄和拓展海外市场 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她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和官职任命 也显示了她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可以预见 如果范冰冰和赵薇真的能成功付出 那么她们的故事必将成为中国娱乐圈中的一段传奇 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星们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即使身处低谷只要不放弃 总有一天会迎来转机 范冰冰是如何面对封杀这段岁月的 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是选择了通过多种渠道来保持自己的曝光度 她在美妆事业上的成功 以及在国际影弹杀的积极表现都为她赢得了新的机会 赵薇则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和行踪的曝光 逐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她们的经历不仅是她们个人的成长故事 也是娱乐圈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娱乐圈 明星的起落似乎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赵薇和范冰冰的付出 是否意味着她们将重新占据娱乐圈的中心位置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她们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努力 都为她们的未来增贴了许多可能性 对于粉丝们来说 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重新回到舞台 无疑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赵薇和范冰冰的付出 不仅是她们个人事业的重启 更是粉丝们期待已久的梦想实现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坚持不懈 终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时刻 纵观赵薇与范冰冰的经历 可以说她们的付出之路 充满了坎坷和挑战 但她们却从未放弃 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韧性 也为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树立了榜样 无论未来如何 她们的故事都将继续激励更多的人 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赵薇和范冰冰的付出是正当的 她们的封杀本身就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 赵薇的情况更似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范冰冰的逃税风波也早已缴清罚款 法律上已经了结 我们不能一锤定音地剥夺她们的职业生涯 毕竟在娱乐圈中 她们的才华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还记得当年环珠格格风靡一时 多少人因为她们的表演 而对中国电视剧产生了兴趣 哎呀 楚天书又在为偶像开脱了 赵薇和范冰冰之所以被封杀 显然是因为她们触犯了社会底线 赵薇的经济问题和与权贵的关系 让人不得不怀疑她的动机 而范冰冰的逃税事件 则是明白无误的违法行为 作为公众人物 她们理应承担更高的道德和法律标准 还记得秦桧吗 她也是有才华 但她的行为让她千古流臭 公众人物若犯错 就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 不然社会就会失去公正 谢奇奇 你这话可有点夸张了 把赵薇和范冰冰比作秦桧 这可是给她们戴了顶大帽子 她们并没有卖国求荣 只是犯了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错误 而且赵薇和马云的关系 并没有实质证据之称 是她被封杀的原因 这纯属猜测 更何况 范冰冰的逃税问题已经妥善处理 她也做出了公开道歉 毕竟被封杀几年 已经是相当严厉的惩罚了 给她们一个改国自新的机会 又有何不可 楚天说 你看似宽容大度 实际上是纵容错误啊 她们作为公众人物 理应起到模范作用 但她们的行为 却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赵薇的影视作品 被除名 范冰冰被封杀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警示其他艺人遵纪守法 更何况 她们这几年的生活并没有多么艰难 范冰冰还能在海外拍片做生意 还被委认为亲善大使 简直是内地封杀 海外香火 这能让人觉得 她们真的有改国自新的决心吗 谢琪琪 别忘了 名人也是人 她们也会犯错 也需要改正的机会 就像是刘备当年在三国演义中 屡败屡战 最终建立了蜀汉 赵薇和范冰冰的付出 正是她们在经历社会和法律的惩罚后 试图重新赢得观众认可的过程 我们应当看到她们的努力和改变 而不是一味的封杀 况且观众也有选择权 如果她们真的不再被认可 市场自然会淘汰她们 哎 楚天书你这变得可真是情深义重啊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 蜀汉的刘备那是有德有才 而赵薇和范冰冰的行为 却让人堪忧 你说让市场决定 但我们看到的是 她们依然有大量的粉丝支持 难道因为有粉丝 就可以无视她们的错误吗 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如果社会对有名望的人宽容过度 那普通人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所以我依然认为 封杀是必要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